各位晚安晚安 聽迷,大家好 看看個鐘 又來到本世紀最受歡迎的節目 那一宗不幸的新聞 星行在台北撞機 看見這些新聞很慘 看見真是一件意外 聽到也沒有話知道 台灣的機場很害怕 好了,我當年是有九八年 大家都很密 可能我們熟悉這個地方 又近, Pitoc risen 真的有 VIP gab 感覺都挺不高科技 升航一向都給我感覺 我都坐過去洛杉磯,升航 給我升航的感覺是很安心的 遇到有氣流就行了,沒事的 因為我看報道,國際民航界都認為升航是安全的 因為新加坡政府也有股份 變成他很注重這些東西 空姐又漂亮 那些衣服很棒 還有他這次撞的機器是1997年 很新的,很新的 我公司還在用20-30年前 GC10那些 今天看到一個報道,訪問一些磁爛者的家屬 我看了一個很小的報道說 有一個女士,她在美國讀書 然後很久不止回來台北才探望一次父母 很久沒有回去 很久沒有回去 她訪問她的弟弟,她真的很傷心 她說我都不敢告訴父母 這件事 她現在都不知道她姐姐究竟 有些還列入為失蹤 還未找到 或者在機器那裡 還有一個希望 然後她說了一句話 我為之挺震驚的 因為我姐姐冒著犯太歲之險來探親 她明知道今年犯太歲 都來台北探望很久沒有見的父母 然後她說 糟了 太歲這件事 什麼叫犯太歲呢 就是譬如 我屬蛇 明年屬蛇 我就衝本命年 十二年一次就叫本命年 然後三年六年 就衝本命年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周時有 周時都有 然後報紙這樣寫 很害怕 是不是去到一個很迷信的位置 但我前一兩年 就是犯太歲 即是說不可以開車的 那你試不試 你每天說沒有理由可以開車 你不敢試 例如明年 我就是本命年 那我明年 是不是整年乘飛機 因為嚇到鼻孔都沒有用 就是整年 就是高危的事情不做 那乘飛機對於很多人來說 不是高危的 即是飛機已經是交通工具之中的 最安全 不過如果萬幸 就是不幸 掉下來就沒得救 就算是高危都避無可避 現在你是要去那個地方 看完這個報道之後 我就覺得很害怕 在迷信到已經要說到乘飛機這件事 這樣 但我只是就這樣聽 我不管他是不是真的犯太歲 這些事情 就這樣聽你說的這個版本 都覺得挺感人 他冒著這個 你當他有 因為有時候我們聽了 自己會有心理障礙 即是犯太歲 香港人 中國人最喜歡相信這些 即是犯太歲 去攝太歲腳 即是要化解一些什麼 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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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投個心安 但是不是去到真的 我可能不是關你的命的嗎 命中注定 這件事 這些你問我倆 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問宋雲峰這些東西 好啊 就問問他 喂 喂 喂 你有沒有聽我說什麼 聽著 喂 我就是聽著 嚇死我嗎 嚇死我嗎 對 那當然有些驚喜 我也是 邪口說 喂 M字眼很久沒見 喂 喂 蘇師傅 你好 我是道文宅 蘇師傅 你好 我現在有個新partner 我叫道文宅 叫周海峰 喂 真的要說了 喂 你剛才有聽我說 有啊 你解釋一下這個犯太歲 或者看完這些報道 很害怕 明年就是 三菇的本命年 這樣來爆發 對 其實應該沒什麼關係 怎樣沒什麼關係 犯太歲 你算大的犯太歲 你去分本命年 十二、二十四、三十六、四十八 這樣也是的 對嗎 逢十二年 那你應該統計 是不是那些人十二歲 二十四歲 三十六、四十八歲 死的機會最大呢 不是 其實統計不是 不是 那就是犯太歲 如果你說 和生死有關 基本上應該沒有直接關係 哦 那犯太歲 會影響什麼最多呢 犯太歲 其實它只是容易有損傷的 譬如你最主要是二十四歲 因為二十四歲 我統計過 犯太歲容易有損傷 三十六歲 就會覺得前路茫茫 突然間沒有路向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呀 哇 蘇師傅 你這樣來說 我們節目那麼多人聽 很多人心涼到暈 哈哈 是不是會前路茫茫 到連開車都不會找路 不是的 其實實際上 三十六歲犯太歲 就沒事的 是心情會覺得有事 反而如果你說 只牽涉到損傷 或者車禍 或者撞飛機這麼大件事 是關條命 對 關條命 因為二十四歲 我經常有些客人都會有損傷 可能少的損傷 少會撞車 不至於說有 24歲那年有沒有事 那或者行業又不同呢 有些譬如做武師 做很多危險工作 特別容易損傷 對 如果你說 你說撞飛機 真的會不會有得計 是不是真的犯太歲 你沒理由全機人 都是那個 十二十四十六十六十八 是不是 對 其實都是要說一條命 是不是生死有命 我覺得就是生死有命 還有你就算 喂 你不要說覺得 你是師傅 不是 我是我的感覺 我也是計數 不可以絕對的 我自己都計不到 什麼時候死 真的 哈哈哈哈 是啊 真的計不到 計不到 計不到的 什麼時候有個關 什麼時候有損傷 但是關大還是小呢 不知道 那你還要配合 周圍有沒有洞土 風水 起樓、拆樓那些問題 哦 很廣泛的 但如果你說真的犯太歲 那我又看過那些 就是那些 書仔 現在已經在年中出的 那些 在年中出的 不是現在出的 年中已經有 哈哈哈哈 即是我們研究上年 在犯太歲的時候 下一年已經出了 即是 蘇師傅快出了 我早猜到他一部出 蘇師傅你不出的 蘇師傅你不出的 我出了很久了 今年出了被人罵 不出 是嗎? 會嗎? 你也出嗎? 我是呀 我看書仔 如果你走好運的時候 犯太歲的理由就是 你好運就來 那你今年犯太歲了 即是 你就會撞到一些喜事 然後你的人就是太多喜事 要接 然後 然後 我看了一本書仔 這樣說 真理論 例如 你現在走運 即是 例如 明年就太歲了 然後 你一個運 還繼續走下去 然後 那本書仔就說 你會很煩 太多事做 然後 你就會很煩 喜事過多 這樣 那他也成立的 因為他那個 理論都是說 犯太歲不一定衰 嗯 那犯太歲不一定衰 他其實就成立的 因為真的要計算你 好運或者衰運 哦 即是如果你那幾年走好運的 就犯太歲 都不會有問題 嗯 你走衰運的 甚至乎原來又走空險運的 你就加強了犯太歲的影響 哦 即是可能有些人本身 已經不太好運了 他還犯太歲先 這樣可能會對身份有危險 我們最簡單的解釋 就是 例如三十六歲 我說前路茫茫的 嗯 誰知道你以前一直走衰運的 再加上三十六歲 前路茫茫 那你就越想越悲觀 突然間沒有路向 甚至乎自殺 怎麼辦 哦 不會的 哈哈 那這就是自己的問題 不關煩太歲的 不用怕 薯師傅 我們兩個不會這麼容易 讓他死的 哈哈 薯師傅 那吳君如是否應該 明年把所有車 和樓都給我們 是的 明年應該 你們兩個夾粉 不停請他去旅行 不是阿芳 因為犯太歲心情不好 你天天帶他出街 就心情好些 哈哈 不用我們做這些 阿黎你接過什麼電話進來 喂 那好厲害 那你說真的 現在不要說好命 還有那個人走什麼 其實犯太歲 有什麼要做 有沒有 犯太歲 其實我真的統計過 因為我又不夠老 我剛剛過了二十四歲 容易有感情變化 失戀或是結婚 還有容易有損傷 那三十六歲的人 就會覺得前路茫茫 突然沒有路向 那一句 其實主要 講來講的犯太歲 都是心情問題 是不關運事 又不是特別有損傷 哦 即是心情很波動的 是的 沒錯 所以波動影響你 譬如容易跌傷 踢傷 對 不會說這麼大件事 即是需要做些什麼化解的 即是那些 不是很流行去過 觀音廟攝太歲腳那些 最簡單 明年犯太歲的人 最主要是四月和十月 兩個月去一旅行 你講夠力 夠力 夠力 夠力四月和十月 最好就出了門 是的 可以騎乘飛機 坐多點飛機才行 即是其實太歲影響到最主要 就是EQ那部分 是的 沒錯 即是意志是可以控制到他 是的 如果你提醒自己 一這樣想到悲觀 就知道犯太歲影響 你的人樂觀一點就沒事了 即是太歲下來的目的 就是影響你的EQ 是的 跟這個錢財沒有關係 我怕蘇師傅 要你放一盆刺在頭殼頂 撐住 撐住有東西掉下來 即是那些 很容易放東西 放一盆刺在頭殼頂 會輕鬆的 輕鬆的 那些經常那些算命書 那些書仔 又叫他們帶一隻雞 接著又帶一隻喉 那些是嗎 其實都醫治你的心 你覺得帶了好一點舒服 其實是 心理輔助 對 你覺得范太歲 帶了一隻雞 帶了一隻喉 你覺得有幫助心安理得 那我經常吃雞 可以嗎 吃雞 你吃了它 它保護你 你吃了它 你死了 那我明年應該帶些什麼 如果是你帶 其實有些人說帶猴 猴和蛇 其實合不合得很好的 那明年是甚麼范太歲 明年是屬蛇的本命年范太歲 屬豬的蔥太歲 其實屬猴的人 明年也有少少相形 也有些關係 如果你是完全合 其實也要帶雞 我真的帶雞 對 又帶雞 不要吃雞 那我不吃呢 你不吃可以嗎 好像不關真 那隻雞 吃小餐 吃小餐 你當帶著就行 我真的是豬 不是 你可能帶一隻雞 出街行當寵物也可以 好像有用 莊師傅 莊師傅我帶雞毛巫 可以嗎 雞毛巫它死了 當然是被你殺死 生師傅 你扮雞 你扮雞這樣走就好 嘻嘻嘻嘻嘻 嘻嘻嘻嘻 像黑人一樣 可能化到范太歲 立即心情好 好啦 那多謝你 好 沒有事要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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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36歲就去多些旅行 24歲 如果失戀 就出去多些街 不要屈屈不歡 好 這樣就安慰了 因為今天看完報紙 我覺得很盜人迷信 你本來不想不敢去旅行 不敢乘飛機 不敢開車 對 你看完那些報道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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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押到港文版上 你不嚇到 其實不關事 因為你照統計 凡太歲是十二分一 你用什麼寫出來 就是 蘇師傅有些人說 涉太歲 涉完之後 年底忘記還回 又不是一件好事 其實也不關事 心安理得 你自己個人信仰 心安理得 你做什麼都好 嗯 好 謝謝蘇師傅 OK 謝謝你 其實蘇師傅說了這麼久 其實什麼都是心 對 你意志可以戰勝一切 對 不要被自己的情緒影響 因為通常你講完話之後 你做什麼不好的時候 就會覺得 對 對 都賴了 對 不要太迷信 嘻 十一月了 十一月之後就十二月了 因為不說就 廢話 不是 又一年 我真的會打他 不是 又一年了 不是 永遠就是 那些年尾星座大鬥法 獎上大預測 天璣龍門陣這些 提醒你 又過一年 還有那些什麼獎 什麼獎開始準備班 對 什麼獎開始班 年尾的書又出 年尾越來越早出 跟著又告訴大家 又出年又 又說要招腳 很乾燥 不是 我給你一瓶奶油 你擦力 你擦力 你擦不擦手 好性感 好性感 繼續 不是 講完這些 11月 然後12月 那些 嘩 閃閃眼 為什麼時光很飛逝 嘻沸沸 嘻沸沸 但是又不知道自己做過這個 即是半世人 自從我做完這個節目之後 每天真的 Rush到 Rush Rush hour 即每天都很 Rush hour 成龍 每天都很逼逼 很匆忙 很匆忙 一睡醒覺就上班 上班後準備到這裏 回到家 做了整天的事 又不想睡覺 想過一過眼河 嘻沸一聲就演四點 又要睡 即是我們民族性 那些勞性很厲害 甚麼勞性 即是勞力性 是呀 我們怎樣都學不到歐洲人 美國人 那些 即是 那些甚麼 那些叫做 節奏 你先等等 你做完節目再擦腳 無端端拿腳椅子去做甚麼 傻嗎 你 即是節奏學不到外國人 即是節奏永遠都 為什麼那些歐洲 那麼多 即是那麼多咖啡店 那麼多休閒地方 博物館 讓你逛逛 即是那些 即是怎樣一個香港人 可以學到的東西 因為不同人種 是沒有辦法 我早幾天坐巴士 聽見兩個阿伯在那裡聊天 嘿 我死都不退休 退休 退休不就好像阿雷 好像阿陳那樣 一年就死了 我們這些做慣事 一有空 沒事想就死了 如果我退休 我都假裝退休 退休其實不是退休 告訴自己在做事 那就長命了 那個阿叔 你怎麼可能叫他 又人在咖啡店 他怕死 這個不錯 假裝退休 真的假裝 但我覺得香港 我一直在假裝 我一直在假裝 21歲開始也是假裝的 你做節目又不收錢 所以 你小時候 希望做他的工作 也是假裝退休 是啊 那我又不是21歲開始假裝 我又覺得 香港的資訊上 太頻密了 例如你說你在外國 你關門 又不知道外面有什麼 出到去 一陣陰風吹過來 整條街也沒有人 但香港不同 你上的士又聽到收音機 下的士又見到報紙 那 call機的電話過都有 即使你想脫腳 突然間你也會 例如坐下一個地方 可能是公園 商場 很累坐下 那樣很放鬆 嘻嘻嘻嘻又響了 你嘗嘻不理他 你就馬上不理他 轉個彎 你就又看看 對 即是香港人就是這樣 好像有個店 現在唯一一件事可以寫一寫 就是手臂電話關 在看電話的時候 對 但在看電話的時候 你卻接到call台 當我call機震動的時候 你又整天都好像 喊緊 都收回你的眼淚上去 即是好像這些 永遠都無止境 停一停 只有一個時間 一個時間是可以最放鬆的 就是坐飛機 對 即是被迫著什麼都收不到 你下了機 你都會有慢遊 你睡覺都會有call機響 坐飛機就什麼都收不到 對 但現在我發覺香港已經很多人去旅行 都真的用慢遊這個服務 但飛機上不收不到 對 我知道 但其實我又覺得很奇怪 即是你出埠 我都知道 你忙或者有事要做 或者賺食緊要 但你出埠 你去旅行 你都是想 無非都是扔下香港的東西 少少 走去玩一陣 我發覺去到外國 都肯見到香港人 拿了點 喂 怎樣 我過幾天回來的 行了 我等我回來簽一下 即是明明在歐洲很悠閒聽法文 對 但突然間有個中堂老堂在你旁邊 說什麼 喂 什麼 七個馬 你好放啦 你打給我替死嗎 即是為了氣結 即是原本那時未有慢遊的服務 大家可以放下一樣東西 即不是自己的生活 但三姑你去旅行 你開不開慢遊 即是在什麼地方 即是我覺得 你不能不開的 即是有很多東西 即是你拿著 即是有很多東西 即是你拿著 別說你賺錢的 別說你賺錢的東西 譬如我幫 當我幫你現在正在整你房間的裝修 才算 我突然間打電話來 死呀死呀 我坐掉了沒有 那你也聽了吧 是不是 聽完又怎樣 無保於事 那你就 我又不是在做很大的生意 那你就浪費了幾天 即是 我其實現在都覺得太昂貴了 萬遊這個服務 即是這個收費太貴 所以我覺得都 死不免 只是在那邊買個電話 而且問題就是 有時差 如果你去一些地方有時差 我更加大條道理 不回覆機 或者什麼 就留下一個call台 我現在都留下一個call台 call台 記住call機 說要遲些回覆機 即是 我知道 你是真事 但我現在都覺得很好 即是我覺得一個好的理由 你再沒有藉口 那些香港人來罵人 還有我呢 怎麼搞的 那時候屋子不給面子 還有我每次留下這個口信 即是 請問他姓氏 什麼先生 可能很遲覆 也可能很快覆 是啊 那我又沒有那麼嚴重 我每一次出炎培 做事回來 我總是 有意無意 就不取消那個mail box 那個口信 即是我本來就留下 我現在在泰國 記得好回來 才再回覆你 但我回來幾天 我都不捨得洗我的口信 即是當自己還未回來 即是未回運 即是想自己不回運 即是當自己逃脫了香港 即是永遠就是這個心情 但現在我們講的題目 就是很快 時間轉眼睛就過了 即是轉眼睛就過了 即是轉眼睛就過了 你不和我差點忘了 這個題目 對 我們為何會講到 講到他漫遊 這件事 這幾年很累 即是我們在講這個 即是斬下什麼都要斬下眼睛 即是有沒有一些事 即是提醒大家 即是時間飛逝 留著一些時間 或者留著一些光音 怎樣好好地利用你的餘生 杜汶澤 嘩 我覺得二十多 這麼快就來餘生 即是 即是當你每個人覺得 時間很快的時候 當然日子很充實 你很忙 有很多事要做 或者你的運氣可以 不錯 可以 即是你開始就會覺得時間快 有些人真的很艱難 覺得日子很難過 唉 真的很辛苦 捱一年 我以前就有想的 即是以前就是 今年想明年 今年是想明年 那樣的想法 現在是想近些 今天想明天才算 那變成了 就沒有這麼久的時間 即是因為以前就是 其實自己在做的事 即是 即是 怎樣說 現在會在做的事 其實永遠跟現在在做的事 是沒有關係的 你有沒有發覺有些階段是這樣的 即是你永遠在做的事 以為是 跟未來計劃 好像掌握在自己手上 總之做完又發覺不行 或者就算行不行也好 其實做的時候是為了下年 或者 鋪排定 鋪排定 但是你做的時候 已經浪費了整年的時間 鋪排 但是鋪排不到 對 意外鋪排不到 就算鋪排到 你有很多東西 刷新不過你都會不理 會影響到 對 你都會不理 譬如有很多很珍貴的東西 或者就算不珍貴 但其實挺無聊 但都很好玩的東西 你都會 有它 我現在為了我將來在做些事 其實浪費了 原來都過了 是 即是今天亡明天 但是香港人和中國人是一個叫居安私藝 所以就是為了鋪排定 即是我現在覺得時間太匪勢 即是有些什麼可以 你做的時候是值得 不是 我覺得 我自己看的東西比較灰 我覺得人生苦短 即是眼前的東西是最重要的 即是我現在自己做人的目標就是 我喝了一杯水 我吃了一碟飯 我寫一個劇本 拍了一部戲 做任何東西 我都是當作最後一次 當作最後一次 你會很珍惜和很用心去做 你真的不知道有沒有下一次 那你做節目 我就不覺得 或許他做了 很害怕 他這句很害怕 我當作最後一次做了 不是啊 這些就是高 即是你做戲做了你不覺得 是吧 即是演技就是這樣來的 我不會教他們 只要下一次那句提話 你就算這樣套他 讚他 他都若無其事 他是高上加高 是吧 即是這樣 不是 我當然是玩他 我明白他說 即是不要一個呼籲的角度去看 不是當作最後一次 眼前的東西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搞不定眼前 就沒有下一步 就沒有將來 眼前的東西都做不好 那你一無端端 通常你會覺得時間過得快 因為眼前的東西還沒做好 哎呀 糟了糟了 又是星期四了 怎樣怎樣怎樣 又年尾了 很多事情還沒做好 那你不如努力做好 目前的事情 不用看時間 其實我那個方法和你都接近 不過稍為極端了一點 即是我不是上次提過 我做事很盡 因為怕將來會後悔 除了將來會後悔之外 我就覺得 是不浪費日子 例如我睡醒 我很想喝一杯咖啡 我一定要喝到 即是喝不到就沒辦法 即是喝不到 喝不到就當然不要扔 很生氣 但即是盡量想盡方法 去滿足到你 那個想要的東西 否則你的日子過了 就白過了 簡單一點就是一杯咖啡 即是再複雜一點的 可能是人 事 或者物質 或者可能你感覺 各方面 很虛無飄渺的 譬如我走過的 我看到 咦 很大陣風 上面有舊雲飛過 那幾個人 本來要趕時間去做些什麼 你既然這麼享受這個時刻 你不站下來看一陣子 是不是要死嗎 遲一點點去 好 看一陣子 咦 你再看 好像很spoil 那就上車了 即是 這件事我覺得挺好玩的 在生活小節裏面 種一下自己 哄一下自己開心 只有一秒就只有一秒 那當然啦 過份感種自己 我發覺影響到真的很多人 哈哈哈哈 適可而止啦 是呀 最可那句都 是呀 嘩嘩嘩打到來 吳君儀 杜汶澤 周海光 周導演 本來我都很崇拜一下你 你都叫做帥仔兼有才華 大家不說啦 但你剛才那一首 扭爛腳好像賭場那些 哈哈哈哈 不是因為輸完不走那些人 不是呀 扭爛腳多貼錢 你冬天是不會乾燥的 是 然後我現在不肯 現在最多聞人是奶茶 再遲多一點點 再冷一點點 是碰什麼都觸電 嘩嘩 真討厭到 這個沒辦法 你逃避不了 譬如有些車 會防靜電 有條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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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在車尾上 扭到地上為止的長度 那你又沒辦法 難道貼這條地線 扭在腳上 你現在說過電 我想問少許題外 好好 為何那些車一定要 做一個很大的電風翼在後面 用來野餐 擺桌布在上面 一家大寺一路 你知道那邊的嗎 那些 即是那些 哇 即是那些闊到 架 即是整個書架 在車上 雖然我沒有牌 但我 為何要整個書架 那裡夠闊 就可以貼無限上去 對 即是那裡 即是那架 車翼的架 後面的尾架 坐了兩個人 簡直可以擺動書架 你知道嗎 那架書架 是的 而且可以說 漂亮到 鋪上紅白的桌布在上面 一輛大小的層 在上面野餐 是的 我今天看到那些車 唯之氣結 不是 漂亮 兩位 救到小海光 有沒有辦法 可以不觸電呢 冬天 我不是讀很多書 但中三年學過 這個是沒得救的 讀到中二 但中三年學過 厲害 被你踢爆了我的學 是的 你不是說中一絕學 本來我打算救他 誰知道 反過來他就踩回我 不是 我們那時候上一堂 很有趣味性的課 設計課 其實沒有關係 但他有個他標 即是讓我們量度一些電阻 原來他說 每個人都有電阻 大家小朋友 扭兩隻手指 夾著電阻 一正一負來試試 他就知道針一發 是的 電阻高的人 其實每個人都有電阻 有些人是特別低的 電阻低的人會怎樣 我問老師 電阻低的人會怎樣 沒甚麼 是容易給女兒電 和容易捉電死 認真是甚麼 認真就是 譬如有時候 有些人經過 我經常給女兒電 但他不是用眼睛來電 而是用身來電 即是一觸碰到你 真的 他真的討厭到極了 又是跟他握手 第一次見面 大家真的觸碰到 撞對過 真的很尷尬 這樣也不慘 有時關人車門 電車 永遠 手都是 在衣服裏面 然後好像偷車一樣 怕指紋有進去 冬天要戴 戴勇女膠手套 但剛才 阿澤 你把衣服伸到衣服裏面 都會電到的 嘩你很嚴重 不是 因為衣服有火花 因為衣服都會過電 是會過的 所以一定要戴膠手套 所以我經常按到人家的窗 很多手指紋就是這樣 我永遠關人家的車門 我都會按到人家的玻璃 因為我碰到那道門框 鐵那個 鐵那個 一定啪的聲音 是聽到啪的聲音 那我為何要電我自己 我便用手指紋印到他的窗 那怎樣 老師就說 人的就是高和低 所以經常電汗就是高的 對 經常電汗就是電了低的人 噢 電了低的人 那電了低的人就沒得救 沒藥吃也沒得醫 就是這樣 鐵症嗎 糟了 那我不是又電了低 那些人是否潮了霜霜 手柔潤一點就不會有 當然不是啦 無關事 這個我又不知道 霜霜更容易有水分 更容易過電 這個我又不知道 因為乾燥燒也有靜電 這些我又不知道 這個問題很複雜 很無靈兩學的答案 你這樣說法 我很後悔 我讀得輸時 我問你們而已 因為每年電到很燙的 電到的人 對呀 還想說話 心都離開了 結束 這樣有沒有 有些基電工程 逢冬天 即是不想過冬天 有些基電工程系 或者醫生系 聽眾 解答我們 救救小康 你說在讀書 我有些朋友 兒子已經去到小學一年級 他告訴我 每天 那些媽媽從頭開始讀 沒有請報納先生 從頭再自己讀一次 讀書讀一次 她說 糟了 現在由小學一年級開始讀 這樣 所有功課 差不多是她做 蛤 因為她說功課深到 吐電 然後她說是小學一年級 然後答案 就無靈兩可 即是她 她明明 就是媽媽 教了她去答這題 選B 回來居然有本事A 然後原來 照常理推測 例如這樣 有條問題 冬天 為何會有正電 電餐 那你就解釋一下大輪 不是的 原來A的答案是很簡單的 是 就是給小朋友想的 但是媽媽就想了複雜的 所以 下下回來 都是錯的 我以為沒有 那你朋友 你朋友是否很失落 正我 為何會這樣 抱著兒子哭 不是的 你的意思是 你又給兒子做 兒子可能拿100分 對呀 你不要拿大人的常規 去想些 即是我們問小學一年級 即是 有些答案不是A和B 即不是A和B那麼簡單 即是 其實有答案的 即是先生已經有答案的 我真的覺得現在的小學生挺慘的 那一間學校 很久沒見到人家 即是那些小學生準備 即是 組會 準備上去 我見到全部的學生站在那裡 我看不到你的頭 他們背著那個背包 是遮住了頭的頭 是真的很大 我不是誇張的 是偉為奇觀的 很大的背包 我都不知道 大學生都沒那麼厲害 遮住了頭 即是你不看下身 我以為是甚麼大童山 我還沒誇張的頭 嚇死我 不是我嚇死你 他是穿副穿的 我是不是穿副穿的 你分不明到他的學生 看見他的辛苦 你知道日本 你說的學生 有一部很棒的電影 是北野武當演員的 不是導演 你知道北野武一向第一次 拍到的暴力 очень暴力 很彭彭的聲音 他說大導演拍他 他是演員 他說集體 找了一群小朋友 去做集訓 北野武演了一個教師 又打那些年輕人 不是打那些年輕人 是叫那些年輕人互殺 是呀 殺到最後一個 就為之那個是贏的 原來那個導演的訊息 就是他15歲那年 要去當兵 就是為國家 整天都說為國家跟那些年輕人說 你是為國家 你那麼愛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 你去打 然後就不知為何殺了那麼多人 其實那個題目就是 一個年輕人15歲不知為何 要做那麼多事情 然後還說你為國家 我都不知什麼叫國家 然後就親手殺了很多人 其實他就諷刺日本的帝國 主義那樣東西